林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吳委員您好 那個秘書長我想請教一個就是在3月21號 也就是在這個太陽花學運發生後的大概第三天 我們司法院其實通過了一個誓字7、8號解釋 喔 郵集法的那個 那我想問因為他這個集法這個7、8次字是回應了445接續 那主要是針對緊急或偶發性的集法的申請需要許可 這件事情認為規定的是有矛盾的 那就是予宣告就是部分違憲 在104年的1月1號這些相關的規定就要失效 那因為剛好在這個個案上面去申請釋憲的是兩個個案上面 地方法院的法官 我看一個是頭 還有一位當事人 對對對 那我想問的是你們現在司法院有去了解各地方法院或是各級法院 現在在係數中的案件跟極有法有關 但是跟市至7、8號解釋相關條文的有多少案件嗎 這個我們沒有去了解這部分 你不覺得有沒有必要 因為其實在這兩個個案的法官他當然他裁定停止 他就停止了這個裁判然後去申請釋憲 那當然如果將來通過了之後他在個案上就可以去試用新的規定 然後當然對個案上的當事人會取比較有利的裁判 但是其他的案件其他的法官如果沒有在個案上面去裁定停止 那他在試用的法條上面有可能也用了同一條 但是是符合該當的這樣子被宣告違憲的構成要件 那這樣子的話對當事人保障不夠 尤其是尤其是現在因為我們從這一次這幾次 包含這次太陽花學運的部分我們看得出來 關於極有法的這個所謂的核線性的部分 事前許可制是不是侵害了人民結社的自由 集會結婚結社的自由這個部分 其實是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討論 那我是不是建議你可以回去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 相關的案件系數中的啦我對系數中的部分 那當然有涉及到各該法條看要怎麼樣的去了解 那在相關的規定上面 因為不是每個法官在當時他都有裁定停止 那這個部分如果可以做一些廣泛了解的話 我會認為那對於明年因為很快 我想現在都已經踏入了四月了 那對於明年一月一號要失效的時候 對於各該案件有可能會有錯誤引用 或是其實應該要適用更有利於當事人的相關的法律的話 我想也會比較來得及好不好 請民主長回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整理 這樣子的話我想也比較能夠回應 那個三月二十一號的這個大法官的這個試字的解釋文 好不好謝謝你 那民主長請回 那個主席麻煩請制裁法院的院長 請高院長 院長好 那個我想我也是針對技術審查官的部分 想要救教於你 其實技術審查官 最主要像目前的實務 是從界調來的這個問題之外 最主要的問題是因為 他其實在訴訟程序上 他是提供給承辦 承審的法官一個專業技術的一個意見 專業的意見 資料的收集 那可是事實上在訴訟程序 他做出來的這樣子的報告呢 他個人是不用上法庭去接受 雙方當事人或代理人律師的一個結問 或者是質疑 或是相關的調查證據的一個討論或補充 也就是說他是躲在法官背後的 那這樣的制度其實在訴訟上 如果我們比較 採取一個當事人進行主義的這樣的法庭的一個程序的話 你就會發現 事實上對於這個技術審查官的意見 如果不同意的時候 你變成同樣的要浪費時間 各自的雙方還要再提出一個鑑定 或是專家的意見 那同樣的法庭遊戲又要再跑一次 所以其實本席在這裡是要呼應前面另外一個委員 就是李貴明委員提到的 我們的訴訟程序相關裡面到底有沒有可能 不要這麼依賴技術審查官 可以去引進相關的類似專家證人這樣子的概念 讓他就正式變成一個從鑑定人的角度 因為我們目前的訴訟程序裡面有一個鑑定人 或者是說他是從證人 但是他是具有專業或專家意見的證人 然後相關的這個程序裡面 讓雙方的當事人可以就專家證人的意見 進行攻擊防禦 然後做一些結問 這樣子的話你也不用去戒掉 我相信對司法二院而言 他也不要這麼麻煩的再把技術審查官放在這個法官後面 因為我們都質疑嘛 有些我想前面幾個委員 有些對於技術審查官審查的意見 有些信任有些不信任 甚至會覺得換了位置沒有換腦袋等等 都是因為他過去的經驗 他要坐在審判職務 事實上他的訓練是不是足夠 是不是經得起雙方兩兆當事人的這個考驗 所以院長你對於這個專家證人的這個制度的設計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你剛剛是回應說好啊很好的發展方向 那你有什麼想法 專家證人本來在訴訟上面他就是容許的 也是很重要的證據方法之一 好那基審官的設置跟專家證人並沒有 並沒有排沒有幹格沒有漢格 就是兩個可以並存的 好有基審官還可以有 可是如果如果技術審查官的意見做出來之後 跟專家證人雙方當事人所舉出來的鑑定意見的部分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法官你認為他會去參財誰的意見 我相信法官對於他自己在參財的時候 我們都擔心的是他會比較受到 技術審查官的這個意見的這個影響啊 應該是不會的 那你有數據嗎 你能告訴我實際上這個有個案這個個案上影證 例如說因為反正現在從98年 我們剛剛從廖正錦委員的統計裡面看 98年到102年那個案件也不多嘛 那你能不能整理出來呢 對於這個個案上面每一支裁判 我專利的就好了 專利的部分就是關於技術審查官的意見 跟後來訴訟程序裡面確實雙方當事人 都有另外再提出一些專家的意見 可是在這個最後的判決或是法官他所採用 引用的這個技術的意見裡面 確實對於跟技術審查官這裡面的意見 有比較多是不一樣 或者是法官其實他有自己一個獨到的見解 那個參財跟所謂的這個參照的部分呢 並沒有完全拘束 而且在數量上可以看得出來 院長你有這樣的數據給我嗎 因為計程官的報告其實它不會公開的 我知道嘛 那所以呢 你們每次都跟我說不會公開 我知道 我要讓你去做整理 因為案件不多啊 不是有實際操作過這個專利訴訟的那個 的同仁或者是律師 那他們都會知道說 我們在延遲辯論的中間有很多的程序 我知道 你不要跟我說這個啦 然後那個技術報告呢 是一次換過一次的 每一次的那個工房之後都有新的報告出來 我知道 你要做一些研究嘛 我經常在這裡說 你們工部門做事憑感覺 你要有一些基本的數據來說服我們 不然我們在這個委員會 我要聽你的感覺 還是聽你下一任院長的感覺呢 是不是 你憑感覺 那萬一下一任院長比你更專業 提出來的意見又跟你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你總要做一些基本的分析嘛 現在的社會科學的調查 我想不管在質化或量化的部分 都可以做一些普遍的統計分析 你總要開始做一些研究 不然的話 其實我們對於技術審查官 有沒有必要再繼續記得 我當然知道法院 社會財安全法院組織法事實上有戒掉規定 可是他的角色在審理案件的角色 事實上我們會認為 有沒有重疊 或者是說功能不髒 或甚至會被質疑 或甚至覺得經不起雙方當事人的考驗 如果說你提的技術 通常幾乎都被法官推翻 那我們也可以去質疑 你根本以後就不要再設計這個東西啦 你就純粹的這個雙方當事人進行就好了 能夠兩兆當事人自己去提出專家意見就好了嘛 那 院長你做這件事情你拒絕我嗎 不是拒絕 我要說明一下 可以回去嗎 可以回去整理 你只要告訴我什麼時候可以做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 什麼時候可以做完 還是你要問過秘書長 我想這件事情是我們法院的事情 那個秘書長一定會授權給我的 好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基審官的報告 他是跟法官一起 有時候討論過了以後才會做出來的報告 好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在等你答案其他我都不要聽 好 沒關係我製作的時候呢 會說明各種各種的原有 好 分析一下 你要告訴我什麼時候你來告訴我 這個從98年剛剛就以廖正錦委員那幾件案件的數字 你來告訴我最後裁判的結果 這個你來做一個初步的分析嘛 不管是第一審也好 只就第一審也沒關係 那你做一些分析可以嗎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我會盡力做 好 什麼意思好 那盡力做的意思是什麼時候可以做好 可以有一些答覆 我給你時間 你自己 給我兩個月的時間好嗎 好那你好客氣喔 我給你三個月 好謝謝 好不好 因為我需要這個數據 因為其實我們事實上 太多都憑感覺了 在制度設計上 你去質疑他到底公正不公正 專業不專業 我們先從過去的發展來看 好不好 那院長那就麻煩你三個月之後 我先把數據提出來給本席跟還有本委會的委員 好不好 好謝謝